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、开关闭电路高电瓶是什么意思?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乘诊断故障代码DTC,适用于具有变速器驻车档位开关、传感器的OBDR车辆。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稻奇、福特、丰田、路虎、大众、雪佛兰等的车辆。 尽管是通用的,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、品牌、型号和动力总乘配置而异。 故障代码P07BA是与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、开关闭电路相关的几种可能代码之一。 该代码表示动力总乘控制模块PCM已检测到故障,该故障正在影响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、开关闭电路的运行。 通常与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、开关闭电路故障相关的代码是P07B8、P07B9、P07BA、P07BB、P07BC和P07BD。 具体情况决定了由PCM和检查引擎指示灯或服务引擎即将点亮的指示灯激活的代码。 变速器驻车档位传感器、开关闭电路的目的是监视变速器的状态。 当变速箱置于驻车档时,该电路向PCM发送信号。 对于特定的车辆,此电路通常是一种安全功能,可防止启动器与排档自动变速器结合。 当检测到变速器驻车档位传感器、开关闭电路具有高输出电压时,PCM将设置代码P07BA。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? 此代码的严重性根据特定的故障而有所不同,如果不及时纠正,则严重性级别可能会提高。 如果启动机将与挂档的车辆结合,则该代码可能会成为安全问题,需要立即引起注意。 公园、空档开关的照片,该代码有哪些症状? 故障代码P07BA的症状可能包括,车辆无法启动,启动机不结合,启动机将与车辆结合, 换档时发亮维修发动机很快亮起,检查发动机灯亮起变速箱可能无法移出停车档 变速箱可能不会移入变速箱公园守则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? 造成此P07BA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,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,开关不良,连接器腐蚀或损坏,接线损坏或故障,PCM不良P07BA的一些疑难解答步骤是什么? 故障排除过程中任何故障的第一步是研究技术服务公告,以了解特定车辆的已知问题。 找到与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、开关闭电路相关的所有组件。 这将包括单工系统上的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、开关、接线、连接器和PCM。 根据特定年份、车辆的品牌和型号,此电路可能包含更多组件。 在找到这些组件之后,应进行彻底的目视检查,以检查所有相关的布线和连接器是否存在明显的缺陷,例如刮擦、擦伤、裸线或烧伤斑点。 还应检查连接器是否有腐蚀或银角损坏。 高级步骤高级步骤非常针对车辆,需要适当的高级设备才能准确执行。 这些步骤需要数字万用表和车辆的特定技术参考。 电压要求将根据车辆的特定年份、品牌和型号而有所不同。 电路检查电压要求会因特定车辆、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、开关电路配置以及所包含的组件而异。 应参考技术数据,以获得变速箱驻车位置传感器、开关的正确电压范围,并遵循适当的故障排除顺序。 正确输入到无电压输出的传感器,开关的电压通常表示内部故障。 如果此过程确定没有电源或接地,则可能需要进行连续性测试以检查接线和连接器的状况。 除非在技术数据中没有特别说明,否则通断测试通常是在切断电路电源的情况下进行的,正常读数应为零欧亩电阻。 电阻或没有连续性表示接线或连接器短路或开路,必须修理或更换,否则表示故障。 常见维修更换变速箱停车位置传感器,开关清洁连接器的腐蚀修理或更换接线闪烁或更换PCM希望本文中的信息对您提供正确的指导,已纠正变速箱停车位置传感器的问题。 开关电路,本文仅供参考,您的车辆的具体技术数据和服务公告应始终优先。 开关电路,本文仅供参考,您的车辆。